在人生的路上,難免會遇到失敗 當你為了自己的夢想而去拼搏 但到最後都是徒勞無功的時候 你,又會怎樣做呢? 今集人物故事的主角,王子華 立志想了一個演員 但命運總是跟他開玩笑 部藝訓班又沒得報 拍到戲都搞到要賣樓雜資 今集就等我們來講一下他的成神之路 我們是投資的李通 我們頻道會分享各種投資理財和交易知識 有興趣的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介紹給朋友們,等大家一齊張簿 你們的每一個like和subscribe 都是對我們的支持和鼓勵你的 事不宜遲,開始! 王子華小時候父母已經離異 而他在五個兄弟姐妹裡面 就是大佬 有欠缺家人的管教 就令王子華非常伴逆 有試過逃學,又試過貪玩 和同學偷人的船出海 搞到要守行為兩年 去到中五畢業,會考得七的紫華 唯有去加拿大讀書 但其實本身紫華是打算讀雙科 去到加拿大反而被智學思維吸引 就藝人轉科 在University of Alberta公讀智學 不說不知,著名的總裸學教授 莫樹感就是紫華的roomie 相信智學思想訓練也啟發了他思考不少人生的課題 就好像是生死、愛情等等 成為了日後他表演的題材 王子華就在八十年畢業回香港之後 雖然一心想做一個演員 但那時TVB就取消了藝人訓練班 令他失敗預算 當時的TVB就只開編劇訓練班 他都藝人試試 為的是一個轉職做演員的機會 不過後來他就發現編劇 真的沒什麼機會轉成演員 呃,或者並不是沒得轉 而是因為自己起貌不揚 假代轉不到 他就輾轉加入了香港話劇團 電台等等 但演員的目標就好像看穿秋水都看不到 所以在智雲飯局中 紫華也看到這段萬無目的的時間 是他人生的低潮 因為一直都懷財不育、鬱鬱不得止 王子華就在90年決定了 把自己在娛樂圈的經歷 創作成娛樂圈血肉屎的棟篤笑表演 同時也是他退出娛樂圈的宣言 當時提到自己穿了臨技穿了大半年 又要扮死屍又要被人打 向觀眾大吐苦水 諷刺的是 紫華的退出宣言竟然大受歡迎 造就棟篤笑成為後他的代名詞 亦因為這個棟篤笑表演 引起了難免少女許冠文的注意 要請王子華編劇和參演神孫 因而展開了他的影視生涯 時至今日紫華在訪問中 亦有提及許冠文先生對於喜劇的追求 這場笑甚麼呀 這五個字記到他現在 不令人笑的又怎樣叫喜劇呢 五個字這場笑甚麼呢 我就覺得喜劇是一件很殘酷的事 對於創作的人 很大負擔 所謂預罰是罰 我不理我這場 我弄死這隻杯也好 弄捲筷子也好 他都要笑我 我一定要想到他怎樣笑 否則 這樣做甚麼 這樣做甚麼 劇情片而已 一心想著吃著個小的紫華 在90年代起參與了大量電影 人生得以衰盡寬 外魯敗壽 自編自導展的一蚊雞保錶等等 都不知道是電影刻著他 等日他刻著電影 有他主演的電影就吐槽不賣了 令他一直被標誌飄放毒藥的名號 事實上 紫華的電影小不免 被當時的雙周一成 即是指90年代 統治電影票房榜的 聖龍、曾仁法和周星馳所蓋過 當時星爺的無厘頭電影 和經典的對白實在太深入民心 笑片和星爺可以說是分不開 笑片就是星爺 星爺就是笑片 所以比起紫華的黑色幽默喜劇 票房低也不是無法解 慶幸的是 雖然紫華是票房毒藥 但電視台反而沒有嫌棄他 比起他的電影事業 在TVB拍劇順風順水 一句藍藍天空高掛我的夢 就會令人想起男親女愛 在劇中和Dudu姐借語力 飾演一對歡喜冤家 情子不會拖泥帶水 對白又精進 特別是Dudu姐和紫華城的妙語連珠 深受觀眾的喜愛 而這部劇簡直是一個收視神話 放在飛黃今時段的晚上10點半 都可以創下最高50點的收視紀錄 而據該劇編審《爆衛聰》所說 男親女愛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 和紫華在劇裏改劇本離不開關係 紫華厲害的地方就在於 不改在創作原意之下而去改 改到他的對白更加精彩 這一下就真的不是每個演員都可以做到 真的要明白這部劇才能做到 可能有人會覺得改劇本 是不尊重編劇的表現 但紫華和演戲的對手保證改完之後 都用到同一句對白接到之餘 亦都令到劇情起到滑龍點睛的效果 而其後的動督神探 選人堅、絕代雙嬌、平均收視都有30點 連先前提到的合理化煙幕等價交換等用字 都在絕代雙嬌中可以學得到 而紫華最後一部為無線拍的劇集 就是2013年的《賣姓Lady》 她亦憑這部劇成為了市帝 亦是至今唯一獲獎 而沒有出席頒獎典禮的市帝 所以有她的TPP劇集 基本上仍然是收視的保證 真是名副其實的電視福獎 至於降到黃紫華幾時封神 可能都要追溯到2013年開始的高敦討論區男神總選 對於男神的定義可能個個都不同 但紫華連續三界拉到三甲以內 所以當時已經被人稱為男神 叫結果就將紫華跟男神混合在一起 變成紫華神 而事實上紫華神的地方除了是神經之外 當然是有神級的棟督笑表面 神的地方就在於她不是正在那個笑話引你笑 而是在她的引導之下 理解至紫華背後的人生思考 令你聯想到自己的經歷 相影成隨而笑 至於2010年的娛樂血血肉史而起 她的棟督笑演出由衣館 轉到場地更大的紅館 還都是場場爆滿 經過不少演唱會 就知道她有多受歡迎 但其實每一個笑話背後的Docue過程 真是有苦自己知 要將自己本身很嚴肅不好笑的事 變得你明白已經很難了 至於變得令人會笑 就是更加難的一件事 所以可想而知 紫華每一次的精神壓力有多大 加上她先前 因為飾演武代皇帝普怡入戲過道 就患上抑鬱症 所以都擔心Docue太投入 令到抑鬱症復發 所以就在2018年決定金盤朗口 2018年亦可說是紫華神的爆發年 除了雙一輪洞督少搶飛潮之外 亦有Dinckeg絕代雙嬌之後 和蛇絲曼再度合作主演的 學術片《洞督特攻》 這套學術片不單是海報和主題曲 都貫徹地惡搞007 James Bond的風格 紫華神抵死的演技 再加上鹿盡人請客 找到多位紅星出手下串 票房最後還比童年榮獲 金像獎最佳電影的《無雙》 最終洞督特攻以4470萬港幣 成為2018年港產片的票房冠軍 令紫華神成功洗脫票房毒藥這個污名 其後王紫華計《鷹蚊雞保錶》之後 相繼18年 在2020年再炮製第二部 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蜜代宗斯》 由於紫華神想自由自在拍戲 拍一套中於自己的電影 寧願賣樓雜資一毫不收地開戲 都是為了拍一套給香港人看的戲 因而感動到不少人去撐他的場 但令人遺憾的是 這場笑甚麼呀 變了他創造電影的心理負擔 整套戲紫華只想令觀眾笑 最終換來的可能只是苦笑 慶幸電影的票房也不錯 受疫情影響下 也有近3000萬票房成績 令他賣樓拍戲的事 最終未變成一場悲劇 最後延期到今年中秋上映的《反戲攻心》 集合黃紫華、鄧麗恩、黃遠之、張繼聰、陳渣文 再加上林明禎共同演出 單靠一個場景、午餐飯 就已經釋出眾人的愛情、親情和日常趣事 這套戲是由陳永生編劇和執導 是他繼易易樓大叔的第二次執導 整套戲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以家裡吃飯為主做 八成的時間都在家裡發生 就算只有一兩個人在演戲 其他人都要交戲 環環相扣但又錯綜複雜 劇本寫得連紫華都眨不住口 事實上拍食飯戲不單是連戲懶 拍出來要令人笑更難 而陳永生導演亦直言這部《反戲攻心》 是一部認真去拍的喜劇 因為認真做的笑位才會好笑 隨便演一段感情又不夠真 笑位就會假 尷尬位都會變不真 唯有認真去做 整件事出來才會好笑 其實放在中秋上畫都可能是一種緣分 一開畫就已經錄得不錯的成績 結論黃子華雖然曾經演員夢破滅 又被冠以票房毒藥之名 但其實失敗都只是成功的必經階段 人生亦然 投資亦然 唯有十年間在娛樂圈的浮沉 先理他捨得出求人心願的娛樂圈血肉屎 人生得以衰進闊的失敗 又可信不是天生惡才的使勁者 始終結局是怎樣 也要由我們自己走出來 世事無絕對 只有無頭緒 希望大家都可以應爛以想走出康復宋 最後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才智路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快興工心有什麼看法 或者資料上有什麼其他補充 歡迎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 記住在追夢路上你並不孤單 另外提一提大家 我們OneWayInvestment的第三套Sticker 也已經上了解 大家快點下載到來用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定期出片 不要忘記幫我們留言 like share和subscribe 記得打開提醒功能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影片和更新 數一數QR曲都可以找到我們的頻道的IG和Facebook 會有不同資訊提供給大家 包括財寶消息、即時新聞、彩蛋等等 不想錯過的朋友記得follow我們啦 投資一理通理財很輕鬆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